有朋友問883 他說短線你怎樣看呢 他說是否應該繼續持續政 那是10.6有貨的 他說算不算高追 應該是6月9日取正 10.6有貨 現在都有錢賺 短期來說 始終中海油之前宣佈的派息 真的很吸引 另外就說近期油價都是平穩 也見到布蘭德基油 在一百十多元這些位置都站得到 所以對於中海油來說 我覺得短線的表現不會太頑皮 但是如果你看走勢上面 4月份那幾個高位 譬如每次上到11個半樓上 到12元左右 都會頂住的 所以純粹以一個短炒的角度 你10個多買了 就不要太貪心了 如果你說短期的價格有機會上到11.7至11.8 那就看看會不會都考慮 即是先吃了糊 嗯 好啊